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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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映市上很多忠实熊粉前来支持 还为主创送上了十年的画作 说起十年陪伴 光头墙配音演员谈笑格外感慨 说着说着 还现场来了段原因在线 记忆最深的那一个应该就是 回到十二年前 光头墙当伐木工的时候 我又要重新想到 我十年前我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些画面一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感慨的 多么美妙的电锯声 还有这令人安心的黄色安全帽 还有这不实性感的小胡子 就是这个感觉 想到我又回来了 就是这个感觉 为好片助力 为梦想加油 M观影团昨晚举办了 熊出没逆转时空亲子专场活动 很多小影迷赶来观影 还跟主创们一起合唱了 熊出没十周年主题曲 再次与你同行 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 我们的电影好看吗 就是这个感觉 回顾熊出没的十年成长之路 谭笑透露 他从角色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多宝熊敏那个时候 他教会了我怎么给孩子换尿布 教会了跟孩子们去玩闹 变形机里面光多强也是主角 他也教会了就是 我怎么去跟我自己的父母 去沟通 去交流 这是熊出没给我的一个成长 活动现场 小影迷们玩得十分开心 有的教人偶们跳舞 有的大秀舞技 活动最后 主创和小影迷们 一起合唱了熊出没十周年主题曲 《再次与你同行》 熊出没系列电影陪伴孩子们长大 成为他们心中美好的童年记忆 昨天电影频道推出 《新春电影红红火火》系列策划之 熊出没逆转时空融媒体直播活动 回顾熊出没系列电影的经典场面 全方位呈现主创参加活动 台前幕后的精彩表现 而资深熊粉们也在直播中 分享了他们的童年回忆 电影频道《新春电影红红火火》系列策划之 熊出没逆转时空融媒体直播 持续四个小时 回顾了熊出没系列电影的众多经典场面 熊出没系列电影成为春节档的常客 票房几乎逐年增高 目前国内上映的累计票房已超57亿 在演播室中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葛敬老师和主播应灵 一起解读了熊出没系列电影 长盛不衰的原因 熊出没真的是在每年都精心的去选择 那种最新鲜最时尚 同时又最接地气的题材 开始我们可能看到 他主要讲的是熊大熊二来自大自然 到后来我们看到 他出现了一些奇幻的角色 这两年科幻特别的流行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科幻元素 也融入到了熊出没的大电影当中 应该讲又一次让观众大开眼界了 那您觉得熊出没这样一个IP的成功 是不是能让我们中国动画电影 以及我们文化IP的打造 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动画行业最核心的一个创作领域 就是IP的创作 我们希望创作出一些动画形象 是能够一直陪伴我们的孩子们的 电影频道荣威体直播 也全程记录了熊出没逆转时空 手应观影团活动 以挤住创门台前幕后的精彩表现 熊出没系列电影陪伴观众已有十年之久 最初的小影迷如今已长大成人 他们也在直播中分享了自己的童年回忆 第一次看熊出没是五岁 快十二岁了 第一次看熊出没应该是在2017年 然后它也让我有了一个契机 可以去和父母更好的理解彼此 体谅彼此去进行交流 看熊出没刺激片的时候 画出来一幅画 这两个玩偶在九到十年前 是我的小姨送给我的 就是这张卡片 非常的炫酷 然后非常的可爱 除了熊出没逆转时空 剩余的七部春节档影片 也在加紧宣传 春节档的热闹氛围持续升温 同时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两大协会于近日召开工作座谈会 下面就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英灵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以春节档八家投资出品方代表 就春节档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 召开座谈会 大家一致认为 任何单位或组织都不能利用市场支配地位 干预包括电影排片在内的市场经营活动 对各市场主体正当的经营活动 做出限制性安排 具体来讲 首先是要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 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做好影片的宣传发行放映工作 第二是维护合法公平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 第三是共同构建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坚决杜绝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共同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四尊重市场 尊重观众 各制片发行放映单位 要顾全大局团结协作 做好春节档期科学合理排片工作 目前大年初一 春节档影片预售票房 排名前三和排片占比前三的影片 我们看到均为热拉滚烫 第20条以及飞驰人生2 相信后续各大院线 也会根据各影片的市场表现 合理的调整排片 即将到来的春节档将会打响 假成龙年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枪 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只有公平的市场环境 才能够为观众带来自由选择的空间 而心满意足的观众 才是电影市场良性循环的关键 说的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中国电影出海的新动态 近日在我国国家电影局 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的支持下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的电影巡展 走进了第22届 孟加拉国打卡国际电影节 也围绕着中国电影的推广 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首先是在电影节的广角单元 我们看到共同展映了 16部类型多元的中国电影 包括《流浪地球2》 《我和我的父辈》 《雄狮少年》等等 月光武士和《千里宋贺》的主创 也前往了电影节的现场 与我们的观众交流 同时本届电影节还举办了 中国电影海报展 在孟加拉国家博物馆内展出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教授 还在当地举办了 电影大师般的活动 为孟加拉国的电影爱好者 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艺术美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国产影片《期待》 这一次获得了 打卡国际电影节 亚洲电影竞赛单元的 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 两项大奖 他那盒家不是叫韩哥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发起的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让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 更加全面和深入 今年我们进入到了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11年 在新的起点上 文化丝绸画卷 还将更加壮丽多姿 精彩分成 昨天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继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在重庆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榜人物代表齐聚 讲述平凡好人故事 传递中国榜样力量 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 共有316位候选人 通过中国文明网 进行试剂展示 最后经过专家评审 共有152位中国好人 光荣上榜 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 采用全新新闻报告会的 艺术形式 同时还特别设立 中国好人推荐人 更加生动 深情 深度地展现好人好事 其中演员神铁梅刘浩宇 推荐了敬业奉献代表彭柳生 敬老爱亲代表王美玲 黄品源 鄂敬文 王仁君 则是分别讲述了 助人为乐代表吴建成 建议勇为代表蔡文 诚实手信代表杨磊的好人故事 孤儿院里那些先天残疾的孩子们 对他的触动很大 他当即萌生了 组建一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想法 情况紧急 蔡文来不及多想 就直接跳入井内 用肩膀和手臂的力量 奋力向一名昏迷人员 一点一点往上脱举 他不只代表着他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 与他一样 怀揣梦想 辛苦工作的 这个行业的 劳动者 最后在中国好人榜主题曲 好人的优美旋律中 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即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圆满落幕 2024电影频道新春公益短片 人间至乐是家乡 佛山片将于本周五播出 该片由崔瑞指导 任达华等人出演 以香味为主线 探寻其背后深层的情感连接 我的同事兰宇在拍摄期间前去探班 为您带来了佛山篇章的拍摄幕后 我现在已经到人间至乐是家乡的 佛山短片的拍摄现场了 崔瑞导演现在正在非常认真的工作当中 一起去看看 给他一个惊喜 崔导好 你好你好 这一次我们拍摄的主题是 人间至乐是家乡 首先说一说你对这个主题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 就是背景离乡的本观点 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 真的都是特别的感动有感触 我觉得很珍惜在家的时光 这一次我看到你还邀请到了 任达华先生来参与短片的拍摄 也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吧 我第一次合作 因为我之前看过任达华老师很多的戏 然后我觉得他的质感特别符合这个角色 然后我跟他聊了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也很热爱美食 很热爱传统很乖 他自己也很喜欢下炖这锅饭 我觉得跟我塑造的这个邱师傅这个角色特别的匹配 我听到导演讲到说邱师傅的拿手菜 其实是那个辣味饭 对 您这一次有没有学到什么样的诀窍在里面 这个诀窍是那个包子的饭 那我们挂住了那个锅饭 就是我们把销售的关系之后 最主要是慢慢的 它的锅饭就移动 这个移动呢 就把这个分布里面那个锅饭 就比较脆 比较香 这个人的电影 还是这个山 它里面有些 有些什么的意见 由电影频道出品的2024新春工艺短片 人间至乐视家乡佛山片 将于2月2号播出 电影频道荣威梯剧阵等全网平台 也将同步上线 敬请关注 在上周的幕后板块中 音乐制作人郭好为揭秘了新片 白蛇浮生的音乐制作进度 今天他将为大家揭秘同一段旋律 如何带来不同的情绪表达 下面就一起跟随罗曼 去领略电影音乐的奇妙之处 音乐极要素里边 旋律 和声 节奏 包括速度 其实都会影响到情绪 即便是同一段旋律 在不同的配器 在不同的速度下面 它的情绪有可能完全完全不一样 同样的一段旋律 我们怎么样去演绎出不同的情绪 包括不同的状态 我们大概可以来做个演示 好 这段旋律 比如说你觉得它是什么情绪 它表现出来一种特别欢快 然后带一点点俏皮和古灵精怪的味道 OK 那在这个技术上通过 首先我们通过装饰音 让它更加古灵精怪一点 对吧 虽然我没有换乐器 但是在演奏法上面 我该加入了一些装饰音的东西 那现在同一段旋律 假如说我们把速度变慢 它就完全不一样 它就变得很悲伤了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人物 比如说我们要去描述它 它一开始是个小孩 它无忧无虑 然后它在成长的过程中 它遇到了困难 就变成了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音区拿到 因为它要长大 它可能会沉稳一点 可能会变到这个地方来 第一个八度 OK 你看第一个八度 在钢琴上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做法 但其实可能在配器上 我想的就是 这是小题 那可能这就是中题或者大题 对吧 它更沉重一点 对 它通过成长 它长大了 它从这个很悲伤的钓饰 我们叫做一个钓饰的转换 我仍然用比较慢的速度 但是它不再悲伤了 就变成了 这个的变化就来自于 其实是钓饰的改变 而钓饰的改变 其实就变了一个音 它就变成大调了 它就是一个明朗的情绪 钓饰的变化也带来了 这个和声的变化 就变成了 五颖足球呢 这个片子里边的音乐 也是整体都充满朝气 非常非常 充满朝气的风格 对 很充满朝气 很有劲儿 里边很多镜头的处理 都是不是说 因为我是一个 业余的孩子踢出来的 我就这就怎么怎么着 没有 每一脚踢出来 都感觉自己是世界上 最厉害的那一个 球一踢到空中 恨不得就是所有效果 所有音乐都要加持给它 那是这样的 提到足球 包括足球音乐里边 你很难逃脱 跟拉丁元素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的东西 说实话 每次来到 作曲老师的工作室 很多东西都不敢动 然后我发现音响的位置 也是特别有讲究的 对 如果不做混音工作 那这个 是不是一定要较真 是60度 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你要做缩混的话 这个就很 必须得很较真了 比如说按照影院的 大致的 音响结构 比如说前边 最科学的就是60度 那左后右后 环绕等等 这个屋子一共有多少 加上第一炮是6指 5.1嘛 那这个就正前方的 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中指音响 它在影院里边 就是对白 大部分是从中指音响出来 那和5.1的时候呢 中声道就需要 把它和对白给避让开来 所以我音乐 基本上就会放到 其他的音响里边 而且我来你的工作室 我发现这里 应该是键盘最多 那一个工作室 它是覆盖了 所有的其他乐器的音区 就是低到 像这个长号 大号 低音长号 高到长笛 短笛 笛子什么的 都不在话下 都是能够在 这一个键盘里边 完全覆盖掉 它叫半配重 这叫全配重 这个键盘会沉 功欲善其事 必些利其器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 无论是音响也好 还是键盘也好 都是为了创作而服务的 再一次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熊出没逆转时空 将于哪天上映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 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您就有机会 获得由全有家居 提供的精美礼品 祝您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 客户端 芯片大片 24小时直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 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映玲 我是李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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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